大家好,更新一期视频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利用光波特性的新方法 它可以根本上增加光波的数据携带量 研究人员掩饰了从天线发射出的离散扭曲机关速 天线的同星人直径与人类投发直径接近 足以由电脑的芯片搭载 这个研究团队表示通过电磁波传输信号的方法已经达到了极限 而当光波被分为水平垂直两个分量时 偏证可以使传输的信息量增加一倍 角动量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 因为轨道角动量能够提供指数级的数据传输能力 研究团队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出一种可靠的方法 来制造无限数量的角动量关速 它们设计的天线具有托普结构 这意味着即使设备扭曲或弯曲 其基本属性仍能保持不变 该设计创造了实现光子量子霍尔效应的条件 此前人们认为磁场作用下的量子霍尔效应 只能用于电子学 而不能用于光学 因为现有材料在光学频率上具有弱磁性 团队首次证实了量子霍尔效应也适用于光波 通过施加一个垂直于二维微结构的磁碳 研究人员成功地制造出了三道角动量机关属 进一步研究表明 机关属的量子数高达276 量子数越大 就像可供造磁的字母越多 团队说我们在电信波长上证实了这种扩持能力 原则上讲 它也能够适应其他频段 科技的进步不可思议 我们很希望这类应用能够尽快地在我们生活当中得到广泛的推广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广大受众一起来关注科技的发展 因为其中所蕴含的财户 蕴含的商业机会 对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视频先更新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订阅点赞关注 谢谢